台北市万华茶室老街里面究竟卖什么东西 店家看板上的美女图已经很婉转的告诉你 至于万华青草巷里面里面也是卖茶吗 很多人都听过万华茶室 但万华茶室不只卖茶 它还卖什么呢 今天的风言风语 风哥就跟着在地导游去茶室老街找茶 从台北捷运龙山站4的1号出口出来 我们往前 我们向前走一小段路 大概也就是20公尺吧 然后我们隔着西原路一段 看向对面 对面就是万华茶室文化老街 走进西原路一段二一二项 走进这里的茶室文化老街 我们到访的时间是上午9点钟 这里的店家几乎都是关门的 因为茶室 闽南语叫做地点嘛 多半都是晚上一夜白天休息 我们今天来找茶 我们今天来找茶 人家才刚刚下班正在补眠 这里的茶室老街 在卖什么呢 店家看板上很隐晦的有在说 可是老板有在说 你有没有看懂呢 应该都看得懂吧 导游小心地告诉我们 这里开店的老板们 这里开店的老板们 很多都是有地方视力的 所以到茶室老街 来找茶就好 千万别找茶 是找茶 别找茶哦 一定要对地方 保持尊重 所以我们低调地走过就好 不要明目张胆地拍照 不要惹到蒙甲兄弟 安全才是上策 除了饮晦的店家之外 这里还有各式小吃摊 这一区的摊贩 都是茶室文化供应链的一环 负责送小吃 和各式各样的作菜到各个茶馆 所以很多小吃摊 是三班制的24小时营业 即使是早上九点 走在茶社文化老街上 还是可以听到卡拉OK伴唱的声音 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清茶馆 清茶 是卖清茶的吗 导游说大致上没错 清茶馆基本上是做清的 用门南语讲就是做清的 清茶馆里多半就是喝喝茶 唱唱卡拉OK 最多摸摸小姐的小手 除了清茶馆之外 大家对孟甲最好奇的 其实是另外两种满足生理需求的特别服务 导游说第一种是特殊服务店 这种店多半在更偏僻的巷弄里 店名则多半叫做小吃部或者是叫做茶馆 他们里面也卖茶 但是更重要的是卖春 哦哦对是卖春天来了啦 春暖花开 导游说我们要对老街的人有尊重 所以到这种店消费 还得特别用专业的术语 店里的小姐用茶作为代号 茶杯代表她的胸围 茶温代表她的年纪 年纪又齿的叫做茶温清爽 而年纪比较高龄成熟的 茶温容易烫嘴巴 在老街之外导游还说 另外在台北市西昌街 康定路附近还有第三种特殊服务的商业模式 像这种白天躺着游民的棋楼底下 到了晚上就会有战壁女郎来堵街 战壁女郎 闽南语叫做卡扁 他们多半都是个体户 站在墙边会问你要不要服务 这就像站在海边的钓客 有生理需求的女儿就会自动上钩 愿者上钩各取所需啊 可以想象当夜色来临的时候 成年人的情欲躁动 蒙甲茶室老街的这三种特殊服务 就会在巷弄里游动 但千万别看不起蒙甲 这个地方的消费其实相对亲民 因为需要服务的多半都是蓝领的低薪阶级 所以有钱的又怎样 台北东区的大安和中山 金华区里一样也有特殊服务的一页场所 只是他们的消费金额更高 所以不必看不起万华邦嘎 茶室老街只是人性需求的另一种表现 走出茶室老街走过万华龙三寺 龙三寺旁边有一条青草巷 这条西长路224巷是一条又窄又短的巷弄 但是它却是全台北市最大的青草药市场 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店铺门口摆满了新鲜的干燥的药草 这里也卖清新降火的青草茶 但是它不像我们刚才走过的西原路茶室老街 青草巷里卖的是青草药和青草茶 茶室老街里卖的则是女人的青春 青茶馆和青草店名字虽然很相近 但是卖的内容却大大不同 千万别搞错 好的 这一期的风言风语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按赞订阅并且分享 谢谢您 我们再见